其實剛開始都對無限級的概念不是那麼的深 那時候只是純粹的消費者 然後有一年就剛好有一個機會可以去參觀廣州的工廠 當時帶我們去的行政人員就告訴我說 就是在李文達的那個雕像就是那個塑像後面有一排的椅子 當時那一排椅子大概有十幾個位置 他就告訴我們說就是你可以去把每一個椅子都給他坐坐看 因為那每一個椅子代表的就是每一個人的坐的姿勢不一樣 那個意義的就是那個椅子的意義是在告訴你說 就是你要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 每一個人的角度每一個人思考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那我真的就很好奇 所以我想說有人會這麼的大費周章的 把每一張椅子都坐成不同的角度嗎 怎麼可能 於是我就把每一張椅子通通給坐過感受了一遍 我發現真的就是每一張椅子的角度 即使只是一個小小的微調 我都感受得到說 做這個件事情的人的用心 當下我就覺得說 這家公司的人真的是很替我們的消費者在著想 讓我很深刻的體驗到說 這一家公司是真真正正的 是在為消費者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品牌啊 接下來我也有機會就參加了 無限級的20週年的那個表揚大會 就是那個年會 因為我們是海外市場 當時呢我們就離 坐得離舞台很近 那理所當然的我就看得到 李慧生董事長他們一家人之間的互動 真的讓我體驗到說 就是他們之間是真心的去關懷家人 然後關懷就是那個細微的動作 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是我在 為什麼我會定心定著的在無限級 這麼多年的一個 我真的覺得這家公司是替我們著想的 替消費者在著想 甚至於我們直銷商在著想的 因為以前我也接觸過一些公司 從來沒有一個公司是會替我們著想的 永遠都是以利益為導向 可是這一家公司非常的特別的是 他會替我們著想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非常非常的愛無限級 然後我在這裡 我會收獲了那麼多的後續啊 朋友啊 這是我很愛的一個點 對 其實我永遠都在試 什麼方法可以讓夥伴能夠參與活動啊 各方面 其實我試了很多很多的方式 當我開始參加他體系之後 我發現就是體系告訴我 錯著錯著就對了 錯著錯著就對了 所以呢 就會 因為這兩句話就會讓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更願意去嘗試 包括開小型聚會啊 然後做產品示範啊 或者是弄一點原始餐給大家吃啊 或者是說做一點點的那個甜點啊 什麼大家一起聚會大家一起玩 就是 真的就是做到了就是 吃著喝著樂著就把事業給做好了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每件事情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新鮮的嘗試 都是一個新鮮的 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把它當作是 我在遊戲我在玩 然後我跟這些人的互動 包括就是有一次 我就是去辦小型活動 我幫他們敷手磨 大家敷著手磨 戴著那個 那個那個免洗的那個手套 然後那就是手舉著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拍照的那個情況 因為 就是二三十個人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每一個人都 在他們的笑容裡面 讓我感受到的是 我們的產品真的非常好 對 無盡極讓我這個人重生 我從2012年最胖最胖的輝煌的時代的時候 我胖了非常胖 然後到現在 基本上我現在是我當年的一半而已 所以其實這是我一個很大的改變 甚至於我走在路上沒有人敢認我 好 最大的改變就是我從一個非常的脾氣暴躁的人 然後沒有耐性的人 變成現在我會覺得 好 那深呼吸 深呼吸 再來慢慢來 慢慢來 好最近就是 當然我開始學會了什麼叫做批評的話讚美說 這個是我 好這輩子真的沒想過的事 也沒想過說自己會這麼的有耐心 然後這麼樣子的 就是以前我真的是快很準 然後非常的急 什麼都急 任何一件事情我都要快 都要趕快處理 因為身體不好就很煩 很煩躁 然後就很容易擠壓幹嘛的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那個時候的我真的叫做深人物盡 就是大家看到我都害怕 當我開始有耐心之後 我會好好的去聽完 比如說朋友啊夥伴的話 然後再去想他要的是什麼 他需求是什麼 然後我要怎麼樣跟他溝通 他才能夠聽得進去 或者是才能夠達到我們要的那個完美的狀態 所以我都會開始去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以前真的 我的世界只有快快點快點 永遠什麼事情我都要快 所以其實我很感謝無限級的是 他除了讓我變瘦變好看之外 他讓我就是在處理事情的過程當中 他讓我就是更有耐心 然後更就是更容易聽盡別人去說些什麼 這是我覺得 無限級帶給我一個很大很大的轉變 做無限級只有一個 就是只要你願意 你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 也給公司一個機會 也給自己一個成長的機會 當你不願意你有一百種理由 可是當你願意了 你也有一百種理由去克服這些 你不願意的事 所以你會給我一次 喝點燈 嘘